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名字叫吴国夫 我是1957年出世的 目前的这个得利数据里面 我是第三代的传承 1918年的时候 已经有了这个得利数据 当时他们经营的时候 都是书摊来的 得利数据当时祝福它放这个名字 到今天我都没有将它改换 那时候是旧式的那种店面 只是一个大门两个窗口 可以说来到今天 差不多接近整百年了 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很多这个市民啊 一直在抢购这个报纸 来看最新的这个消息 那时候非常的兴旺的时候 那那个时代的时候啊 一来到这种新年的交界的时候 那新年卡啊 我们堆到整个店面里面 在零售着这个新年卡 那当时很多人看小说 那时候冰心啊 金融啊 这些武俠小说啊 当时的漫画 武俠漫画啊 或者是老夫子啊 非常的好小 很创小那时候 漫画的书架是第二代他们二世纪的 那个城市的价值呢 就是我手上而设计的 因为我们觉得当时的时候 我们的杂志啊 必须要摊出来 身边的摆出来 这样的一个设计 这样的一个方式啊 无形中 我们的书量一直在卖的 不断的一直在上升 这些是真产版的这些书记 这个世界儿童呢 他是1959年的 好少年呢 就是1961年的 大概是60年代 70年代 当时的时候啊 就是以那些明星为主 来做这个信件的封面 试点是蛮创销的 比如讲这些 当时国英学生字典 1918年的时候他出版 这些我把它增长起来 让后辈的人有机会 能够亲眼目睹 这个是价值非凡的真产版 到了这个20世纪的时候 就现了一些新一代的智能手机 我们的书报跟杂志 那个小量就一直在下跌 下跌到今天 如果是真的第四代孩子 要接手的话 在我的能力范围 我必须要改革 改革才有希望 我会在哪里 就会在哪里 在哪里 我必须要改革 我不太爱